成年人的世界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到了上有老 下有小的年纪 那到处都是花钱的 所以成年人对于工作的渴望度还是非常高的 不会动不动就辞职 毕竟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呢 可不是每一份工作都能干得非常开心 就好比在熟年中 倪伟珍作为制片人 自己辛苦筹划了好几年的节目 竟因为时代原因被撤掉了 对于倪伟珍来说 思考着节目就是她的毕生心血 如果说节目都被淘汰了 那就意味着自己也被淘汰了 可在辞职的时候 台里都说了 只要倪伟珍愿意 其他节目任由她挑选 而且还是做制片人 薪酬待遇肯定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可面对心爱节目的撤场 倪伟珍也果断选择了辞职 同样对工作失去信心的还有张春美 她是知名杂志社的副主编 这些年凭借能力 为社里创造了不少优异的成绩 本以为会稳坐主编之位 想不到被一个年轻 且没什么资历的新人给替代了 张春美当即感受到了 时代的残酷性 不过要想把杂志社就回 注入新生命力是必然的 张春美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适合 这才提出了辞职 然而上层领导早就想好了 只要张春美再坚持个一两年 等自己退了 那她就能直接跨越主编 坐到总经理的位置上来 然而张春美却执意要辞职 明明心里是很不舍的 而且她手底下的人都愿意跟着她走 如此重要的人设 竟然说抛弃就抛弃了 她是不缺钱 可一旦没了工作 手里就算有很多积蓄 也有花丸的那一天不是吗 也是因为看到了 倪伟珍和张春美的相继裸词 才懂电视剧跟生活 终究是有差距的 影视方面塑造的人物形象 永远都是虚拟且美好的 他们不会在意生活的琐碎 更不会在意工作的重要性 只要自己活得开心 比什么都重要 这份豁达 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的 但不是不想有 而是不敢有 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哪个成年人会随便放弃事业的 比如倪伟珍做了制片人 而张春美只要再人两年 就能直接升职 这样的工作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可遇不可求的 除非有更好的公司会挖自己 如若不然 大家不会轻易提出辞职的 毕竟丰厚的薪酬 可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 再说了 都已经做到职位中的佼佼者了 何不再拼一把 争取赚更多的钱呢 当然了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挣钱而挣钱 而是为了梦想而活着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有几个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不为金钱发愁呢 裸辞是万万不敢想 能保住一份体面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谁会获达到连好工作都不管不顾呢 再说了 等辞职一段时间之后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职场中的 可到了那个时候 又有几个公司愿意接纳呢